2022年12月28日 中国大陆第十二届公益节 继2022年企业社会责任嘉年华 在上海市举行 此季货班公益推动力奖 同时也在连城乡村振兴 以及其乐荣荣长者光怀两大项目 得到2022年度公益奖的肯定 此季从2018年开始 公益节年年都获得荣誉奖项 认同志工深入社区 就近关怀平病 照顾独牢者 促进社会和谐友善 所做的努力和用心 2015年12月28日 此季接获外交部欧洲司来函 提出申源塞尔维亚南部 普雷社沃难民中心 隔年2016年1月 德国志工首次前往勘察 走访三座难民中继站 3月 由11个国家地区组成的志工团队 在塞尔维亚展开首次难民发放 志工提供东医等物资 以似温暖植入心窝 祝工提供东医等物资 祝工提供东医等物资 以似温暖植入心窝 伊朗东南部斯陆古城巴姆市 26号发生规模6.6强震 遇5万人死伤 7万人无家可归 此季第一批紧急勘灾赈灾小组 在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里 分别从台湾 约旦与土耳其 赶底重灾区 勘灾行动持续到隔年2004年1月 提供家庭医药箱 毛毯及生活用品 一诊服务灾民 预1200人次 物资发放到哪儿 一诊服务就到哪儿 打拔式 瞬间化身 行动诊疗室 至于整个救援行动 持续到2005年3月 发放大米2500公吨 帮助8万多人 2001年12月28号 花莲茨基医院 成立骨髓移植病房 无尘室等级 保证说这个环境 它的含存量少于100 我们叫Class 100的 除了花瓷 台北瓷院在2014年 也增聘了骨髓移植病房 3 2 1 台中瓷院则在2020年 启用骨髓移植病房 人员进入需穿着防护衣消毒 药物也有独立传送间 杜绝任何感染 完整设备及医护团队守护患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